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 拼经济反望部 好,今节我们说这个人可能某个程度上 他也是等于妄暴 因为他无端白事地骂人 Shame on you 究竟是谁令他这么shame呢? 那么shameful呢? 即是这么羞恥呢? 原来就是这位美籍华人的前NBA球手 林书豪先生 林书豪先生当然了 他读书很厉害 就是哈佛大学毕业 居然这个政治极端狂业分子 这位球员 之前效力过波士顿可疑特人 就是根特·坎特 他突然之间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就在推特上闹了林书豪 而且他改了名字 因为他以前姓坎特 现在不是 他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变成自由 哇 这么厉害 什么呀? 雷眼杀星自由印吗? 对了 他在他的推特上 加了林书豪 就是说 因为林书豪推特的名字 叫Jalene7号码 然后大大标题写着 Shame on you Jereby Lim 林书豪为你而感到 可恥羞恥 他就说 你有没有感觉到羞恥 对于这些骗子的中国的钱 你是不是赚到盘满撼满 在共产党那里 你没有感受到难受吗? 你真是嘔心了 赚满了共产党的骗子没有? 是不是因为赚了这些骗子的钱 你就保持沉默 不关共产党的事 北京手杠给他钱 关什么共产党的事 是那些人的 那些球票 卖门票钱来的 关什么共产党的事 不分青红做白 垃圾 他也说 你真是很嘔心 How disgusting of you to turn your back against 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 你怎能够背叛了你的国家 难道林书豪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他 是不错的 事实上台湾真的不是一个国家 其实他现在就逼台 应该指是逼这个 父母来自台湾地区的林书豪 如果他说 我是支持台湾 可能又被人扣帽子 扣帽子说他台独了 其实不回应你最好 或者是说其他东西最好 神经病啊 你逼别人表态支持台独吗? 因为他说 against your country 如果林书豪说 我没有背叛我国家 即是没有背叛台湾 如果他究竟这么说 就更糟糕了 你真是战格的 设定了陷阱 逼别人去支持台独 如果你不支持 就是shame on you 就是可恥收恥就等于收了共产党的 他自己说的 Dirty Chinese Communities Party Money 即是安装的共产党钱 喂 再说一次 是那支球会出钱给他 支付他人工 关什么共产党事呢? 你这样的球母字 差不多所有NBA球队都收了共产党钱 以你这样的计法 你知不知道 他说这个 占士大帝立邦占士 也是有收共产党钱的 皇上你也敢扭? 是的 所以这个人真是 幸好现在 凯尼特人放弃了他 他现在去了波特兰打 现在才知道 可能 波士顿这支球队觉得 你是不是瘋了 突然之间有发神经 我害我呀 换队鞋 还有 我们已经签了约 损失很大的 你别搞搞阵 政治还政治 都很心理 他也说 Stand with Taiwan 之后 请你林书豪 不要再向 金钱和独裁者跪下了 就是说 兄弟有时候 道德 是比银子更加重要的 其实 他帮一支球队 打球 其实我觉得一个运动员 最大的道德就是 付出他的体育精神 不要用阴招 对于自己球队忠诚 尽力去比赛 不要出功不出力 就是最大的道德 不是像你这样 亚智亚藏 什么都没有做 球队又打得一样 你除了政治 可能是 因为他打球 打得一样 所以只能靠这些踏狗 没人理他 你也因为搞这些 搞得太多了 不专注于打球 就差了 就是了 为什么他 吓林书豪呢 因为 林书豪是有台湾地区的护照 但是没有入台湾地区的户籍 我儿子有户籍 因为他们 就像中国 大陆那样 台湾地区都有户口保 但是知道为什么 因为 如果他入籍 满一年 他就是复兵役 那么他怎么打球 法律之下容许 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问题呢 蔡政府都没有出声 什么时候你出声 什么时候你出声 陆会就向 台湾地区的 相关部门就说 林书豪有没有入籍 目前没有林书豪入籍 入户的 引号 的 信息 就是 未入籍 有什么问题呢 他有他选择 我手逼别人 对了 你根本是设计给林书豪 如果林书豪回应 回应你什么 我没有背负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要控除这种国家 你就是想害人家 说真的 你这个人人渣得不得了 线路认一认 对了 那这位 根特 他 当时还在效力 这个可以特人的时候 就在他推特上 有串这个努邦詹斯 就贴出 一个 詹斯大顿努邦詹斯 向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下跪的一张 叫做漫画图 就说 你呀 占斯大帝呀 金钱凌駕道德 又是讲道德 关什么事呀 撐你呀 是不是一定要 每个 开了他的Twitter 开了他的Facebook 说 我是反共 我很恨习近平 才行 很多人是想专心打球 只是想求迷开心 你喜欢 你就自己去 找那群黄友 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 你拎别人做什么 他说得很可怕 金钱凌駕道德 你真是没有道德 你又可悲又恶心 其实你才是最恶心的 你才是最恶心 现在这个金钱凌駕道德 已经引来一些对林书豪的漫画了 为什么呢 有一些绿营人说 他说是呀 林书豪的父母是来自台湾地区的 现在又有台湾地区的护照 为什么他不入职 应该去当兵 他也不当兵 其实 有时候 很多人拿那本 台湾地区的护照 都是为了回去探亲戚容易 你这样可能逼到他 我不要了 那么麻烦 做回一个正正中中美国 华裔就算了 你说是吗 嗯 到时你是不是还没面子 你们经常吹得 很厉害的 林书豪最爱台湾 台湾之歌 这样子 你不要逼人家 你逼到他 放弃台湾地区护照 都是等你没面子 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林书豪出生和成长的地点 都是美国加州 目前 在北京 我经常看球员 因为我经常看球员 其实他有个球员 翻输我打得不太不错 其实我是很认真地看CBA的球赛 现在他效力的 北京队也没有说什么 我不明白 近期 根特连美媒 当然台媒也支持他 就说 为什么你经常说 别人是舔共的 你是不是为了争取其他人的眼球 亦有一些 NBA的名宿批评他 你专心打球吧 为什么把大部分精力 在批判中共 都不知道他想怎样 是的 他又说立方詹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过教育 但是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好好地教育一下他 这些全部他都没有 只可以这样 等下博一下别人的眼球 他就说我现在就是教育一下你立方詹斯 我来这里是为了帮你 我是不贪钱的 这样说 好像儿子教 好像儿子教老爸生孩子 没错 他亦都说 立方詹斯这个人 完全是没有道德 请问他做过什么 请问 哈 你真是好惹了 他就说 这个根本是道德 原则和价值观 这个是关于 你所代表的理念 人家理念就是想打好球 他就说 有些东西比金钱更加伟大 其实立方詹斯 他之前有些合同 不是最高的合同 他就为了 拿冠军 为了 拿冠军才是最好的球员 不应该说是想拿冠军的球员 是最正常的 是吗 因为 没有不想当将冠军 没有不想当元帅的兵 应该这么说 作为球员当然向上游 他之前放弃了一些更好的合同 当然现在他的合同很大 你说他完全为了金钱 不是 其实很多球员 NBA很多球员 赚钱又赚到 但是 一个总冠军是个心结 很多人宁愿赚少一点 都是拿总冠军 正常的 正常的 正常的职业球员 为了增盛 荣耀 没错 不是像你这样的 一天我撑香港 撑新疆 撑台湾 你有没有撑下你的球技 好心你 我都看过他打球 有时佛球很差 你练一下球吧 早前 还参加一场 在美国的 黑暴仔举行的集会 其实关你什么事 真心地说 你可以说关你事 但是 你不是做你自己 干什么辣人 我不明白 你可以批评立邦詹斯的球技 但是 立邦詹斯又向习近平贵过吗 你是不是代表污蔑人 他也说 立邦詹斯 你现在就算不再赚钱 你留下的钱 都够你的子子孙孙 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没关那些事 你说过那些没关事的事 是的 你神经病 他也说 我觉得现在绝对是运动员为他们信仰 挺身而出的时候 他们信仰就是信蓝球 他们信仰就是打好球 或者有些宗教信仰信基督教 这些 你信仰是反共 你就不要打球 学习罗冠冲去游说 是吧 他也说 浪费了 浪费了 罗冠冲是对的 你这样的身形 是他两米多的 这个人 他就说 不单止美国在全世界 都应该 挺身而出 与此同时 台媒说他很劲 他经常呼吁 要抗争 对于一些社会不公 要发声 他真的 因为我们也说过 他之前就被埃尔多安 即是土耳其总统 因为他是土耳其人 但是瑞士出生的 土耳其国籍 后来 他就 又是批评一些东西 就令到他没有了土耳其国籍 变了一年的没有国籍人士 现在美国给了一个国籍 他顺便改了 passport的名字 他就本来把自己counter 这个 Family name 即是他的姓改成 FREEDOM CANTON就变成 他变成 神经病 都可以 你喜欢吧 不要说你神经病 另外 他亦都在媒体上 叫南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叫Michael Jordan 应该公开发声 力挺民主自由 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Michael Jordan 你也够胆辣 请问你是什么 难听说 他是南球界的 瘋狗 是的 真是瘋狗 是极端的政治狂业分子 这些人 从来都是南球归南球 体育归体育 是吗 所以我真是不明白 这些瘋狗不知做什么 令到 台湾 南球界很多 球评家 相当反感 这个人 他说 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林书豪 现在要去 NBA打 现在去CBA打球 不是NBA 林书豪33岁 身形 也保持得很好 CBA的强度 的确是不及NBA 现在 他在职业生涯的 尾段 效力 自己觉得 可以 用到自己的球队 他之前是没有NBA球队 肯要他 好说不好听 北京首港 大家互相合作 亦对林书豪相当有敬意 他是特意 找一个团队 去林书豪谈 第一次签他的时候 有诚意 有诚意 另外 林书豪 亦在NBA的发展联盟 打了一年球 等待NBA机会没有 回去首港 回去北京打 亦希望 和北京都一起冲冠 这个就是他初冲 关什么习近平事 关什么跪下事 请问 他只是想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段 打好自己该有的水平 拿一个 中国职业篮球比赛的冠军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整天扣人家 不知 其实你这样在你口中说的 什么白色恐怖 你就是白色恐怖 你现在因为很多黑暴 开始 做一些心目的 开始呼应他 林书豪 不要回来台湾 因为林书豪的弟弟 在台湾联赛打球 也有人说 赶走他弟弟 瘋狂的 就是你这样的瘋狗 把瘋狗引起来 这些就是 和及家人 没错 你家人做什么 瘋狂的吗 就是 还有 其实 林书豪这个年纪 老实说 他没有钱 他家里很好的环境 他这样的学历 随时 哈佛大学高材生 随时找份很漂亮的工作都可以 但他也说过 他很纯粹喜欢打球 你不要搞人家 好心你 你自己就做你自己的事 你说是不是 这些没佬的 也有人说 林书豪 就是 惹了那些路人来 又拿台湾地区护照 又去 中国大陆打球 想两面讨好 不吃亏 没那么容易 其实 根据 CBA的规则 林书豪 是有台湾地区的护照 所以呢 本来他是不需要占一个 叫做外援的位置 但是我查过了 对不起 林书豪依然 是以美籍球员身份 注册 他是没有用了 他是佔了 北京首港的 外籍球员身份 他是没有滥用 你们这些路人口中的 你就是为了拿台湾 护照 台湾地区护照 所以 中国大陆打球方面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正正中中就是用美国护照 注册 所以 屈人之前也要查一查 屈人之前也要查一查 也有人说过 林书豪曾经说过 我以华人 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是用中国人 绿人和黄人 他认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 是可以翻译为华人 华人 是的 他是说过 I'm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 这是他说过 我们也可以说 因为我们是华人 当然 有些小粉红人开始骂林书 他说过 I love Taiwan 有什么问题 我也经常说 I love Canton 当然现在叫关东 我有件衣服 是写着月云 可以的 因为 我觉得自己也是广东人 其实对于我来说 广东人这个标记对于我来说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早前常常强调 其实广义上来说 Chinese 可以是中国人 华人 华裔 是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还有别人只是想专心打球 这个人根本 是不了解两岸的 根特 只懂得 在社交媒体上博眼头 因为你打球打得屎 你说屎又不是相当的屎 他一场也有十分百分进仗 但是林书豪最厉害的时候 Insanity 即是林船锋的时候 你是在哪里 你 林书豪是撑爛过的 你有没有呢 没有 对不起 林书豪其实 已经在NBA正战了很多年了 他也很想 去NBA打球 但是内核身体各方面的问题 年龄的问题 不可以 在联赛其他地方 发而发量 是吧 还有这个人 很搞笑的 他 又好像很公义 就是撑这个BLM 但是你这样 是否等于变相打压 林书豪 因为有些绿人和黄人支持你 然后他们去林书豪的社交媒体 对不对 有人就在林书豪那里 说 那四家媒体说 哦 为什么香港这件事情 你不出声 人家知道什么 请问他知道什么 为什么他一定要出声 是的 不出声不行 这个 这个根特 之前穿过的鞋 相当地告火 为什么 他 令到他之前的球会 可以突然 叫做被人禁止 不是禁止暂停在 中国大陆的转播比赛 因为 你知道他的鞋上面写什么吗 就有 讽刺习近平的小熊为你 但是有个 坦克车的 另外 还有就是叫做 No More Beijing 2022 而且上面有些红色的代表什么 大家知道了 就是建同 就是说 如果你参加 北京冬季奥运会 你就等于向这个报证背书 关什么事 人家真的想参加比赛 然后也说 No Slave 就是新疆的 强壁劳动 强壁劳动 另外 亦有一个 是黑暴仔 是有幅画的 不是那群人戴主罪 戴头盔 像油画 他又有这双鞋 你这双鞋也这么出位 比如说 喂 阿哥我怎样 我怎样 强壁劳动 之后 他曾经还将立邦 詹姆斯 和毛主席 强壁劳动 像毛主席那样的发型 哈哈 阿哥 请问你这样 我怎样敢让你去打 这个波特兰 很快都不会让他打 我们看到 NBA球队当然 职业队伍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就是有商业价值 以及让观众可以 欣赏到比赛 他还有一队 有中文写着的 民主独立台湾 你双鞋也这么 夸张的话 当然 帮他弄这些鞋 或者叫涂鸦 都好像是一位 自称 叫做 华裔 好像是香港人的 一位叫藝術家 另外 有人就说 习近平做了这么多坏事 林书浩为什么不出声 别人想打球 所以 一个知名的台湾的 叫做 球评员 他就说 其实 林书浩 他 只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你这样逼人表态 真是令人嘔心 政治归政治 体育归体育 不要做这么低资的事情 而且很多台湾 地区的球员 都是去CBA打球的 你是不是全部都叫他们不准打 台湾地区的联赛 身水又低 观众又不够多 这个也不要紧 但是 你想在职业生涯有一个更加高的发展 你只可以西进 他们经常说 就是去CBA打球 去中国大陆打球 是很多台湾的 籃球高手的一个愿望 亦都证明了可以证明到自己 在籃球的 这个领域上面有一定地位 请问有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逼全部 台湾省的人都不可以去打球 这些飞黑即白 是害死人的 我也希望 以后我也不想见到你在NBA赛场上 你禁止抗争就去抗争 是吧 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